火了,央视知名主持给国足提建议,早多为国脚发文回队。大家好,我是黄熙。这是央视知名主持人黄熙的一句开场词。梅熙,1970年出生于中国的吉林省,是一名朝鲜族人。24岁时,黄熙就已经留学美国,并获得博士学位。 黄熙的成名是2009年在美国的当地电视台的一场深夜节目中,用英语讲美式笑话。节目播出后非常受到人们的喜欢和支持。2013年黄熙正式加入央视,成为财经频道的主持人。 昨天晚上黄熙在奇谋社交软件上发文称,建议解散国足,等以后凑足11名好球员再去冲世界杯。凑不足反正也不耽误大家观看世界杯比赛。此文一出立刻引起了众多国足运动员们的围观和留言。 周海斌在下面留言说道,你应该去建议美国的,可以私底下讨论,但不要在平台上说这些话,对别人的最起码的尊重。 尹鸿博也在下面留言道,无知,可笑,小丑,鉴定完毕,等等还有其他众多球星都出来站队发表意见。 最终黄熙不知什么原因,快速地将此条言论给删除了,但有些观众朋友们已经将此文章截图留下,看到此文的朋友们,你们有什么想法呢?欢迎关注小编并在下面留言讨论。